因为热爱,所以存在,温文如雅的肖战,永远是我们心里的宝,只言片语只为守候你,每次看肖战的采访,小编总是沉迷其中,反复看,舍不得放下,总觉得肖战身上有一种莫名的魔力,看他的采访,小编感觉是一场视觉与天觉的盛宴。 是啊,当听到这几句的时候,小编心里有莫名的难过,我又想起那句肖战,你要好好活着啊,不得不说,肖战活得很通透,真的,你说,人人都说,快乐也是一天,难过也是一天,何不快快乐乐的过,可真正能做到的,又有几人呢?这句话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啊,肖战身上有一种乐天的精神,即使被挤在轻轨车厢玻璃上,也要好好享受眼前的风景。 美丽的嘉玲江,娇石,东勇的老人,一切在肖战眼里,所有都是那么美好。肖战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,他喜欢自己的家乡,喜欢家乡的夏天,也喜欢家乡的冬天。 肖战还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,他观察任何事物,都观察得非常仔细,任何一点细小的事物,肖战都能从中找到乐趣,发现美好,突然发现,肖战比一个女孩子都细致。 肖战身上没有明星的高冷,有的只是普通人身上浓浓的烟火气,让人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 在舞台上,肖战是一个既帅气又可爱的大男人,闪闪发光。 在生活中,肖战是一个心思细腻,很有生活气息的大男孩,帅气温柔,台下的他会画画,会织毛衣,还会做饭,一人切面。 每一面都很优秀,每一面都让人爱不失手,肖战特别喜欢用你生词,听他说话,仿佛让人置身其中,特别有趣。 在肖战眼里,重庆是一个美好的城市,其实在小编眼里也一样,小编懂得,几句简单的话,根本不能完全概括肖战。 谦虚上进的肖战,每一天都在进步,每一天都在成长,比肖战更优秀的,是明天的肖战,是未来的肖战,他不是完美的人,但在追求完美的路上,他一直未停歇,这就是肖战,在小编眼里,最好的肖战,完结。